在将天文浪远近送入太空之后, 咱们终于见识到了各式各样的遥远星系, 而它们中的许多拥有如烟花般绚烂了千万年的星云。 最初,星云特取那些阴暗泥漫的天体, 包括了仙女座等在内的知名星系。 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对星云的理解也不断加深, 对它们的本质也更加了解。 如果你对星空深有迷恋, 不妨跟随外媒New Atlas的步伐, 去欣赏如下四十张精选出来的照片。 一到十,位于天鹅座的面纱星云, 继距离地球约2100光年。 这是一个恒星的超新星残骸, 精致量是太阳的20倍,创造之柱。 这里是一片活跃的恒星形成区域, 属于阴星云的一小部分。 距离七千光年, 阴星云中另一根柱子, 其长度有9.5光年。 图片最上部分沐浴在一群年轻恒星的紫外线下, 螃蟹星云的一颗超新星爆发, 款度有时光年。 地球在105次光年外都看得见, 其核心处有一颗脉冲星。 中子星将太阳版的质量, 压速到了只有30公里191厘宽MGC2392, 又称艾斯静模星云。 它的面部很像有毛皮大一裹着的脸, 但其实是中心垂死的恒星, 粉射出了物质气泡, 而大一则有阻性外层喷出的气体造成, 仍处于爆炸过程中的葫芦星云。 天文学家还有机会捕捉到这种相对短暂的时刻, 因为在大约1000年后, 它会从红巨星变为行星正星云。 黄色气体部分的速度, 接近100万公里每小时 越62万英里每小时。 怪异的螺旋星云, 距离地球700光年, 气体云延年二光年。 这颗白崖星掀起了非常的沉土碎片, 且发出了令人毛骨走然的红色。 这可能是一群彗星般的物质不断碰撞形成的。 距离地球3000光年的猫眼星云, 图片已经扩除力, 已突出这颗恒星的死亡细节。 橙色亮度与DX射线强度相关。 MGC1999是个反射星云, 这意味着它不会再发光, 而是依靠后面的恒星来点缀。 犹如街灯上的一片目, 11到20, 21到30, 31到40, 编译字, Lua Angeles,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